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你对我错 而是默默包容了下来 对于他的做法 很多的网友一开始都是很不理解的 觉得一个男的 碰到了这种事 不是应该怒罢冲冠 和气数自己的人大打出手 不懈出行中怒火绝不罢休吗 为什么贾乃亮却敬意的容忍了此事 甚至还占到了李小鹿一方 帮他阻止网友的辱卖 直到随后 众多的消息乃至今天的新闻曝光后 网友才得知 原来贾乃亮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他 前一段时间 有网友曝光称 兴趣刚刚杀青的贾乃亮跑出来了一个人吃饭 看起来形单影只 孤单落魄的样子 每语间都是深深的疲惫 今天又由网友曝光 贾乃亮依旧是昨天那副打扮 不过这次他却不是孤单一人 而是带着自己的女儿田西一起出来游玩 在和网友谈和招中 可以看出这次贾乃亮依旧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田西似乎也心情一般 两个人虽然一起游玩 却并没有露出过笑容 随后网友便发现了贾乃亮的一些秘密 这些网友这 前一段时间 田西和李小璐现身机场时 哪怕李小璐只是简单的牵着田西走 但是田西却蛮了开心 而这次贾乃亮带着田西出来玩 田西却看起来表情呆板 因此这些网友判断的 田西应该是更喜欢李小璐一些 而这又让网友猜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我们这些路人能够看出来田西喜欢李小璐 作为父亲的贾乃亮自然也能够看得出来 因此当时贾乃亮之所以没有爆发 也是为了不伤害女儿 选择不开心都自己一个人承受 如果真是这样 希望田西长大 那可以爱自己的父亲更多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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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